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於俄羅斯昨天片面展開軍事行動 我們要嚴陣地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主權的侵害 臺灣也會加入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當然 我們也要鞏固全民的新法 加強防範認知作戰 避免境外的施力和在地協力者 藉由烏克蘭的變局操作製造恐慌的錯假訊息 影響臺灣社會的民心士氣 今天我們來到成功大學的校園 尤其是從臺北來的 感覺到這裡的陽光真好 成功大學真的很漂亮 在這個充滿了陽光 而且很漂亮的校園裡面 我們這裡有很多很多國家未來的發展 所需要的人才跟培育的地方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我們成大的校長 還有各位老師 還有我們正在學習的同學們 大家共同的努力 讓成大變成一個國家發展 一個非常重要的人才培育跟科技發展的中心 我們要謝謝我們成大的努力 這段時間以來 大家都非常關注烏克蘭局勢的發展 對於俄羅斯昨天片面展開軍事行動 我們要嚴正地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主權的侵害 以及對於區域和全球和平穩定的迫害 我們期盼各方盡速恢復和平 對話 理性解決爭端 而臺灣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對於有助於和平解決爭議的努力 我們都願意參與 臺灣也會加入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臺灣經濟的基本面良好 主機處才再次上秀我們去年的經濟成長率 在全球供應鏈中 臺灣的產業更是關鍵的穩定力量 我們有強大的韌性來因應各種變局 政府也會持續地掌握情勢的發展 因應各項的變化 讓國內的能源跟物資的供應 物價和國會市能夠維持穩定 降低非理性因素的影響 維繫我們總體經濟的穩健 在這裡 我也要強調 臺海的局勢和烏克蘭的局勢有根質上的不同 不僅是臺灣海峽的天險 還有臺灣在地緣戰略的地位 此外 我們國軍防衛國土的意志和戰力 是不斷地在提升 以及有盟國家對區域安全的高度的關注 及共同的投入 讓我們有堅強的信心 來維護臺灣的安全 當然 我們也要鞏固全民的新法 加強防範認知作戰 避免境外的私利和在地協力者 藉由烏克蘭的變局操作製造恐慌的錯假訊息 影響臺灣社會的民心士氣 我們的國安跟國軍各單位 依然是24小時堅守崗位 及時掌握臺海和區域的情勢 先隨時做好因應的準備 確保國家安全 我要在這裡請國人放心 國建國造就是臺灣國防自主的重要一環 國防自主就是展現臺灣自我防衛決心的關鍵所在 今天 高性能國家級船艦試驗水槽的動土 不僅是臺灣造船產業的重要時刻 未來也將成為國建國造進步的最大的動力 造船業是臺灣重要的傳統產業 這幾年來 我們積極推動提升海事工程量能 以及國建國造的政策 希望用國家的力量 為產業注入新的活力 培養臺灣的人才 強化競爭力 在大家共同努力打拼之下 我們看到造船業有了新建廠房 增加了就業機會 逐步恢復動能 我們也看到一艘又一艘下水成軍的艦艇 為守護國家再填力量 也因為訂單和機會 國內造船業也更願意投入人力資源 研發各種海洋能源產業所需要的船隻 為產業帶來新的榮景 今天的高性能國家級船艦試驗水槽動土 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要讓我們的船艦試驗 能量再強化 性能測試更快速 在過去 國內船艦的性能測試 因為國內試驗水槽長度 跟測試載台的速度不足 絕大部分是委託國外商用水槽進行 不僅是時間冗長 花費也多 成功大學的系統及傳播機電工程學系 擁有國內最大的船艦試驗水槽 不論是試驗能量或品質 都跟歐洲國家的實驗室相當 未來完成船艦試驗的能量 在船艦的設計 測試修改上 我們就能夠更快的掌握 在這裡 我要再次感謝我們陳大 以及我們的台船和海發中心的付出 也期許工程如期如值的完成 儘速投入船艦測試 讓國內造船產業更加的蓬勃發展